你是被网友骗出来的 算是网友吧 我在老家的时候他就加了微信 带我出来做自媒体赚钱 我去年都想出来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那个勇气走出来 他就说你来跟我一起做自媒体 我一天能赚多少多少钱 能赚你一个月的工资之类的 然后你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了 那你也太单纯了 没见过面的你都相信 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 就是有几十万粉丝的一个国主 哦 还几十万 我说他应该不会骗我一个小姑娘 我也没啥骗的是吧 骗钱呀 我没钱你说他骗我啥 骗色啊 关键他有一个女伴了 他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 我肯定不会过来的 我想着他有一个女伴了 我再过来 应该也不会发生啥 骗钱也骗不了 骗色也骗不了是吧 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一路赶 就是在318路上什么都没完 我在老家没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联系 他说你赶紧过来 就是以后有时间了再玩 就是先把钱挣了再说 就这种的 他说那行吧 就一路赶路 就是如果我的猫不丢的话 我第10天就跑4000路 哇一天400公里 你想想如果是走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内地的话 走高速的话 一天跑500公里600公里 就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你走到这边 就是海拔高的地方都是山路 一天跑300公里 你跑6个小时8个小时 就是跑10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 是吧 我是听他的话 跑到了那个边境县 边境县 边境县就是三国交界那个亚东县 哦啊去219上 就是到了亚东之后 我跟他见面不超24小时 原来是我今天下午跟他见面嘛 见面之后他说一下明天 就是带我拍个视频长长粉丝嘛 啊撞了吗 没视频都没拍 他就是第二天说是一起买菜嘛 什么之类的啊 他就是视频也没拍 就给我发个定位 让我往亚东赶了 就是那个女车友 他们是在一起的 就是我开着车啥呵呵的 往人家发的定位往那赶 结果人家给我发了几条信息 我没看到信号不好吗 对对对 信号不好 啊 他给我发完信息 我两个小时之后才看到信息 结果人家就说 你别走了 等我一下 他们要开直播什么 他什么都没跟我讲 要开直播要做饭 直播内容什么都没跟我讲 就是买菜的内容 说要带我们去阿里 去无人区说 哈哈哈哈 说无人区流量高一点嘛 结果当天 嗯视频也没拍 他也没跟我说原因嘛 就是人家两个就在那 嗯做饭吃饭啥的 我就感觉我也没买菜嘛 我就感觉不好意思 其实我车上买了点水果 买了点菜嘛 冰箱里面的东西也都是满的 当时他也没跟我讲 也没干啥 但是人家两个就是给我发了 地位我又返回来了 本来我都过来警察站了 我就又返回去了 返回去了 人家说也没跟我说 他说你一起做菜吗 我心里想我没出钱吗 我感觉不好意思 我说那我不做了吧 就是人家两个也不理我 就是应该也是沟通没沟通好嘛 我就感觉我在那可多云了 不是 他最起码的道理 他大老远把你叫过来了 或者是把你骗过来了 他最起码你跑这么老远又累了 来了最起码关一下 你吃没吃饭呀 喝点水呀什么的 没有 人家就是感觉自己是 几十万的大伯主嘛 感觉都得求着他 你知道最后给我搞了啥吗 我开车就是离他们远一点 我就感觉我可多余了 我还没刚启动 人家就立马就把我拉黑了 你说我跑4000公里 不到24小时就立马把我拉黑 做人太不行了呀 拉黑之后你拉黑就拉黑嘛 你知道他直接去直播间说我啥 从来没见过这种女人 一句话不讲也不给我买菜 就来蹭吃蹭喝了 我跑4000公里过来 当时我委屈的呀 就是就离他们有三四公里的 一行门口嘛 我在那边当生委屈的呀 我哭了哭到心里糊涂的 我怎么都控制不了那种情绪 但是正好人家旁边一个医院的藏主 小哥哥在医院里上班的医生嘛 一个卫生室的一个医生 人家就问我 那你咋了什么之类的就关心我嘛 我当时我一去大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结果人家一会过来 就晚上大概有七八点的时候嘛 人家给我送吃的送喝的 我说我这跑4000公里过来 一天一天的时间体验了人情冷暖了 我说对 当时海拔应该是4400 4500 我一行细一举动就容易高 高防对 上不来气 当时我在那边 银行门口停了两天了 人家给我送吃的送喝的 我都感觉可不好意思 我说要不我走嘛 人家说都是朋友 就在你这边人生就不熟了 就帮了就帮你嘛 最后我在医院 人家就让我把车停到他们医院里面了嘛 管吃管喝 我说给他转了200块钱 人家医生也没要 为什么人的差距 我说差别这么大 你太相信人了 对 就是一到后来嘛 我就干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 我在那边 不是待了6天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起来 我就在那哭 想起来就在那哭 但是我越想我越生气 我又没吃你的又没喝的 我说你呢 我就喝了它一碗白粥嘛 当时 但是我给他送了一兜鲜鸭蛋 饼干啊 还有奶茶 我说那就这一小碗大米粥 他说我蹭吃蹭喝的 哈哈哈哈 你说他这么大老远 把你偏过来 你路上不买东西也很正常 其实你第二天买些也行啊 但是我车上有东西 我跟他分开之后 我车上的东西 我吃了半个月都没吃完 你知道吗 我后来东西都坏了就蒸了 后来就是我就去报警了 那报警之后怎么说 他不是把我拉黑了吗 拉黑了 弄了一个小号 跟他联系 他后来说 交钱 对 交多少钱 交1000块钱涨1万粉丝的 还有这一个说法啊 我就是 我是用我那个小号 以别人的口吻 就是以别人的口吻 不太联系 我说那你跟云朵 刚开始联系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他讲 让他交钱的时候 我说你这样做 不是道德败坏吗 你骗一个小姑娘 骗人家跑4000公里 他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出现 如果他人生 就是人身安全出现了 出现了就是问题 你需要担责任的 他就说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朋友 后来我说那个云朵 就是就说我嘛 就说答应你的要求了 要给你交钱 你发个定位 云朵开车过去找你 就是我就开车过去之后 看到他们在那录影之后 就直接外面有个公安局 我就直接到公安局门口 打电话 我说我被人家骗到这边了 我说你不管不管 但是人家帽子哥哥就是 人还挺好 就是把我叫到他们公安局里面 就是给我开到了两个小时 人家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如果对你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意思就是说他网报我 就是我去自杀了 不是我去自残了 他们才能处理他 他说这种人你就远离他就行了 那你也太傻了 当时我都没想那么多 太相信人了 太相信人了 以后不要相信网络上这些东西 跟你聊条的呀什么的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个被骗的 从西洋骗过来的 把钱骗完了 把钱骗完了 现在还跟着我们呢 我这是就骗人家 让人家骗了白跑一趟 啥也没有 对呀这是油费啥的嘛 最起码没骗钱没骗色就行了 对 就是后来嘛 那个博主 他就把就是把我那个朋友的号发信息 他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他心思还可重 他以为我找了一个男的就是专门搞他了 我就直接把语音给他打过去 他一听是我 他说我不是想给你要钱呢 就是怕你跑了 怕你跑了要钱是吧 我怕你跑了才给你要钱 那个事情 就是我去直播间攻击我吗 说人 他骂你了 攻击我了 他当天就是我开车离开他的时候 他立马就去骂我 直接给我拉黑了 那他直播那个观看人多吗 他就是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四五百人 骂我的时候直接直播间直接涨到两千人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那你以后长点心眼别这样了 他就拿我就是当话题嘛 他说那个云朵就说我嘛 连这种委屈都受不了的话 他还跟我做啥自媒体 别说他跑几千公里了 就算他跑几万公里这种人我也不要 什么什么的 我说你做这种事情你确得吗 我说你不怕遭报应吗 立马就把我拉黑了 做人不地道嘛 这起码来了哎 大老远来了 十个人都知道 有点礼仪哎 喝点水坐一会儿 是不是啊 我就喝碗一碗白粥说我才吃次喝 哈哈哈 你说你说别的 你说普通人在外面受到困难的话 人家送一碗白粥 很正常吧 你说不认识的朋友 这么大老远来了 哎给你点吃的啊 你先坐会或者累不累 关心一下很正常的是不是 对啊 你自为一个大男人 你为了你只不见那一点点流量 你就去攻击一个女孩子 关键是你是把人家骗到了边境线 哦 没有骗我我在内地的话 你这样骗我一下我没有任何损失 哦对 你就是第一次来西藏这边吧 对我第一次出院了 第一次跑这边 那你还真大胆 还真敢往这边跑 你也不怕高法出了事 当时 当时带来有氧气罐了 人家是出了事呢 有氧气罐都不敢用 真的 当时出来也没想那么多 想的太简单太简单了 对 你就听我一句话 以后谁找你什么的吧 你别信就行了 只要是牵扯到利益方面的 对对对 就是国主方面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就是 就是无私的去帮助你 就是很少很少的 但是也不能说以偏概全是吧 我在你看我在318路上 也遇到了很多好心 对 就是人家给我送吃的送喝的 我给人家钱人家也不要 然后帮我换备胎 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好 人与换人真的是 有的人就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你 有的人就是算计你 算计到体肤外 算计 经过这次经历你就知道了 就找脑子了知道吧 对 只要是人家说带你赚大钱呀 带你赚费呀 别信这个 也是算是人生中的另一种经历吧 对对对 经历了才会成长嘛 对对